please WETTO GO 我們一起看天氣 這個燦術颱風的對我們影響 可以說是來的很兇猛 可是還好有中央山脈整個改變很多 所以颱風慢慢地北上 所以其實 主要的最強的結構並沒有清洗台灣 但是說真的 請大家把這個當成講是一個演練 現在北上往上海降雨趨緩當中 警报已经将会在今天的大概八九点的时候 陆上警报慢慢的解除 慢慢的逐步的 那一开始会转新南风还有水气偏多 礼拜二礼拜三开始就转为夏季的天气 预期会到中秋 各位可以看现在呢 其实慢慢的会往上海方向接近 然后转弯往日本方向接近 这个台风呢可以说是破了几个纪录啦 那它降雨呢也从东部开始 整个到北部然后到中南部 其实等于是环流的这个影响 也改变了它的这个变化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它今天呢 它其实过去来说的话 这个中心眼清晰可见 从南到北一路的冲上来 那整个水气呢非常的多 这个是一个低压系统会造成的结果 其实大多数很多情况会这个样子 还好呢没有配合上东北风 不然结果就不一样 那未来呢各位有没有看 其实它很快的会往上海方向前进 那配合上这边西风带 大幅度的就会往东边走啦 不过这个还有点变数 少了台湾的屏障 影响当地应该可能会蛮大的 要注意一下 那未来呢台湾的天气呢 很快的就编为西南风的环境 所以整个西半部呢就容易有一些 局部的阵雨 但是不是西南气流 是西南风水气蛮多的 所以其他地方呢也有午后的阵雨 等于是南部可能很容易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不是说西南气流的雨啦 大概会下个一两百一两百 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时候局部的较大的雨势 那未来这几天转为夏季的天气 北部呢也容易有些午后的这个热对流 会发展起来 所以这几天呢有没有看这几天 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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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一礼拜二要注意一下 礼拜三礼拜四呢就会慢慢的缓和 那这种雨呢两种 一个是山区的雨势 一个呢是所谓的沿海地区 海陆风跟这个西南风交汇产生的对流 所以未来这几天 温度会显著的慢慢的上升当中 请大家留意哦 一下就热起来了哦 而且会目前来看的话 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到中秋节 中秋节 所以今年的中秋节目前我们的预测 天气应该算是很稳定的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 以上是今天天气